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或者是说那个整个环境的一个变迁 像之前的地震很多嘛 那其实回归到都是在讲提醒我们戒这个字 同学们不晓得有没有发现 一般大众可能在遇到天气很热的时候 想到的就是哇多喝水啊 或者是哇好热这样的一个现象 可是其实学佛以后我们要看到一些外境的时候 其实反而要就是回归自行我们自己的心 那就像这边他在讲的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佛呢 教大众能够安住在所谓的五戒十善 那这样的话谁所受众啊 生于天上 所以我们就说啊 如果你五戒十善行得好 就可以往生到天嘛 那天大概六欲天 六欲天再往上的话 他就需要定了 就要所谓的习定 所以他这边的话就看这个大众呢 这位就是菩萨所护佑的这位大众 看他能不能在所谓的行五戒十善以外 另外呢能不能就是在定上能够增长 如果可以的话那其实也不一定就是只有生于天上而已 有些还可以就是更往上 那我们知道就是所谓的到了色界 那那个部分的话 他那个整个的内心就更维系 然后到了无色界的话 他就没有所谓的形体了 都是精神上的一个波动而已 就好像我们现在这样子科学不是有发现 一切的物质跟精神其实都是一种波动 对不对 如果是那个很维系的话 就化成精神上的 那如果是比较粗糙的 他就呈现物质上的 所以跟那个佛法当中讲的一切乳患 有没有 这样的道理其实是可以相通的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好 那这边讲到啊 耳时加摄菩萨呢 复白佛爷 世尊啊 菩萨摩赫萨等世众生同于指向 事意身影啊 我未能解 这同学看到这一句 不晓得会不会觉得很纳闷 这有什么好不能够了解的呢 对不对 看这样子都知道嘛 就是视众生就好像自己的小孩子 每个众生都好像自己的小孩子 可是其实这句话其实是站在实相的立场 实相立场其实一切众生皆是平等 这里面包括了佛的一个智慧 平等的这个智慧在 所以这不是一般的像那个僧文众能够解的 同学还记得这一品主要在说什么了 佛要入涅槃了 所以问大众还有没有问题要问啊 如果有问题要赶快问 那那个我们知道僧文众呢 就请菩萨问好了 那其实我们在讲啊 所有的问问题其实都是为了 后代就是再来的大众问的 并不是说 这个菩萨或是这个 他就真的有这样的问题 同学要知道一切的 佛经上的这些演绎啊 其实都是一种视线而已 那再衍生到我们自己生活上 其实一切就是印了一个道理 叫一切如幻嘛 所以同学可以想看看 所以他这边讲到 等事众生同于直想啊 这个其实我们再换个角度想 其实就有点像那个常不清菩萨 见一切众生皆是佛 对不对 这个部分的话 这个就不是一般的大众能够用想 能够怎样想得透的 如果说想 这个就这句话是每个人都看得懂 可是实际上呢 他这句话是要怎样做得到 也就是说他赐一切的众生 怎样都皆是平等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就有包括佛的智慧 实相的一个 实相法的一个内容在里面 所以不是同学理解的 那个字面上的那个意思 一般大家都看到这句想到 就是哎呀众生就同 就像自己的小孩一样 可是一般众生 想到这句的时候 可能就是爱惜他 那能不能一切的众生 皆能够平等 这一般大众就怎样 没有办法做得到 因为这个都是怎样 菩萨的那个 就是修到大菩萨了 那这样的一个圣生意 他能够契入 所以他就如是如是的这样 他没有做任何想 他就怎样 是一切众生同于直想 同学要了解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四义的身影的部分 这个是同学要去了解 这是其实这在讲的是 佛的一个平等智的一个智慧了 好 所以四尊如来不应说 菩萨与诸众生修平等心 同于直想 所以那个 那个四尊 如来不应该说 菩萨在这些诸众生当中 修平常心 同于直想 何以 所以者何 于佛法中 有破戒者 作逆罪者 犯悔正法者 这个意思就是 你那个菩萨 是一切众生如直想 如果这个小孩子很坏呢 那你该怎么样的教导他呢 难道也是同于直想呢 如果你同于云和丹丹与 如是等人 同于同直想呢 这就是那个 一般大众会的我的问题啊 那同学看这个大家社啊 一路演绎过来 我们会觉得 哎呀 那个生文重啊 那个好像感觉上 那个就是真的智慧不如 这个菩萨 那这个就是我们也是 自己在起的一个妄念啊 我们在那个里面 法莲华经里面可以发现 其实啊 来这边视线的生文重 有时候是怎样 菩萨来视线的啊 对不对 就好像是观世音菩萨的 普门品不讲到 需要怎样 身文身得住者 观世音菩萨就现身文身来 这样来说法 来为这个局势 为这个大众这样说法 所以 不用在这些的演绎过程 一般大众 升起的都是往外讲 就是评判这个人怎么样 但是其实呢 不管任何的文字 应该是这样 回归到我们自己的内心里面 那个大家舍其实它也是一个 就是菩萨来视线的 来问这个问题 那大众呢 你 这其实也是有很多人的问题啊 因为常常有的时候在讲的时候啊 也会有人说 那师父啊 那有些人啊 他 做坏啊 那你难道也这样 就像佛经里面的愿里面 有没有 常常都讲到啊 如果能够 这个人呢 他做了很多的恶 那可是呢 如果他能够称念这个佛号 或者是能够 曾经有意念过这个佛的佛号的话 那他就能够这样 就是脱离这个三恶道 然后就是往生到三处去 那有些人就说 哎呀 这样怎么公平 对不对 所以 一般大众的问题 其实就是会这个样子 你看啊 童鱼只想没有错啊 你都很爱惜他 很爱护他 那 像有破戒者 作逆者 悔正法者 难道也要同于知想吗 那这个我们也可以问一下 那问一下 常不勤菩萨 有破戒者 作逆罪者 悔正法者 那难道也要讲 称其为佛吗 所以 这其实是一个 想想 香气的一个 一个问题啊 好 所以啊 那个 佛高加塞 如是如是啊 我于众生啊 实作 只想如 罗吼罗 罗吼罗就是那个 佛的一个 佛的 那个小孩嘛 好 那 佛高加塞 大 加塞菩萨 赴百佛言 那世尊啊 谁十五日 生菩萨时 这菩萨我们来看一下 菩萨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忏悔 有时候在佛的会有所谓的半月 半月他们会举行一个就是对于自己曾经做的事情 就是当众的一个忏悔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有时候也可以称为所谓的结模 结模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结模翻译为业 那意志所做事办事办事做法行为 这些其实都包含在结模当中 那结模就有含有所谓的善恶苦乐果报的意味 那这个就是跟因果相结合的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作优力 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纵回巴士田里面这样的种子 那业呢 元系流行于印度社会的一般性的观念 对印度的思想影响很大 后来呢 就为讲佛教的一个基本教义之一 即一切万有基于英国之法而生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思所想所做的这些 其实都会熏回去我们巴士田成为未来的种子 让我们现在所变现的呢 就是像现在所做这些都是过去这样 所那个含就是所思所想都是为过去这样所种的种子 现在怎样成熟了 所以呈现这样 所以在那个大毕菩萨论里面有讲到 这个呢 业的定义 以作用来讲 有任其七种法 是能分别爱非爱之果 等善意为业 也就是我们知道 如果是怎样 爱 看到爱这个字 我们就直接可以联想到十二音乐当中的这样 爱取有了 对不对 那这个部分就是如果是爱的话又种下这样 轮回的音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第二能够用它的作用 也就是生与异业 这三业这样为业 那业的种类很多 那不外乎就是所谓的生业 与业 异业 那中安寒经里面当中以异业最重 也就是标榜佛教的动机论 其实这样子讲好了 同学有没有发现 你现在所会讲出来的话 你现在所会做的事 其实都是怎样 异业先起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一般当中不会维系到去注意到自己的异业 但是呢 这个异业其实就是一切的根本 所以所谓的戒体 我们说受戒以后有所谓的戒体 戒体其实就是在我们异业有起那个所谓贪嗔痴念头的时候 那就会有一个提醒 那其实就是我们戒体的一个提醒 会有一个 这个该做嘛 这个可以这样做吗 其实这都是我们戒体的一个维护 那一般大众的 因为他们在那个累生累劫当中 轮回当中 就好像是那个 浑浊 在浑浊当中 所以那个心念当中 已经怎样 就是已经习惯这个样子 就好像我们在教打坐的时候 同学都会有时候会说 师父啊 好像为什么我开始坐下去的时候 念头特别多 那其实呢 并不是说打坐的时候念头特别多 而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其实念头就这么多 那为什么能够觉察 就是因为我们打坐的时候啊 很多的其他的一些怎样 心念沉淀下来 我们可以清清楚楚看到我们的念头 那所以一样 戒体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提醒 当我们很多的亲近的时候啊 那个有时候 念头上中意念当中起的这些 就是所谓的贪嗔痴的这些念头的时候啊 就会很清楚的了知 所以 以佛法来讲就怎样 从根本上去着手 你说从生业 从与业 不如怎样 从异业 当你的念头开始生起所谓的爱取友 爱的时候 那个其实怎样 就是我们可以去处理的 那个爱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执着性 对这世间的一个执着性 不管是对任何方面的 那个都是造成怎样 所谓的隐业啊 同学有没有 大家就说这个隐一生的果报 有没有 这个所谓的隐业 爱取友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 我们要处理 就是在我们这样 念头生起的时候 其实这样就可以做一个处理了 一般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修行 不然同学认为修行是什么 其实修行就是 当我们的念头开始起了这些 所谓的爱取友 在爱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这样做一个处理了 那 这边他就讲到 所以隐一生的果报 那有时候生人界 畜生界 那所以称为隐业 若生为人界呢 个体又有不同的方式 像男女啊 贵贱啊 咸鱼啊 美丑 这些都是种子嘛 我们知道 累生累结当中种下了非常多的种子 那就看是 例如说像 那个贵贱贵 或者是怎样 穷困 哪一个种子先发芽 那我们就开始怎样 就是 所以我们现在的形塑 就是累生累结所造作的这些种子的一个形塑 所以今天在那个群组不是po 说没有委屈的人生嘛 对不对 这个我们现在所呈现的其实就是我们累生累结当中怎样 造作 那现在形塑现在的我们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怎样 隐业来的 那完成了就为满业 所以隐业能够隐所谓的种报 那满业能够怎样圆满 就是别报 好 那其他呢 像三合大地这些就是贡业 那各生物之间附有不同的果报 所以又称为贡业 就好像是疫情时间期间 整个地球都有影响到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贡业 那可是呢 疫情在不同的地方 它有呈现 有些就很严重 有些就比较轻微 这就是所谓的怎样 不贡业 各个国家之间也有这样 不同的一个果报 那甚至于就是 同一个国家里面 不同的大众怎样 每不同的人也有这样 不同的一个这样果报 这就称为不贡业 所以又以受报的一个实现的不同 那业有分成就是所谓的 顺献法受业 也就是献身受报 那顺献身受业 也就是予怎样 赤身受报 那还有所谓的顺后赤身受业 其实就是 不晓得哪一辈子怎样 那个种子怎样成熟 就在那一个 那一辈子怎样呈现 好 所以业的观念呢 就产生轮回的观念 强调我们就应该努力 那这样子就能够怎样 返原生 也就是我们从爱取有 有没有 或者是从我们从十二因缘 开始逆修有没有 当我们开始一念名 也就是说 我们开始契入到佛的智慧 契入到十相法的时候 我们那个智慧开了以后 一切怎样就不再轮转了 所以有没有 打破无名翘嘛 对不对 我们打残期 打残期 就打除气势的执着嘛 也就是那个 所谓的无名翘的部分 好 这就是所谓的结膜 我们知道这些 有一些业的那种 所以就需要一些 我们需要一些忏悔啊 这样子 那这边讲的 再就是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 那生不杀实啊 这个就是一个 那个忏悔的一个仪式啊 那这个成于受聚 那个清净的众中啊 有一童子啊 那这个童子呢 不善修行身口一夜 这其实是在 那个大家设在跟佛讲啊 你说 是一切众生如指向 可是这些不听话的大众啊 你如何能够做 视为指向 就好像这一位 这一位童子啊 他身口一夜都不休啊 那在这样 就是在隐秘处 那评委处 就是所谓的隐秘处啊 那道听说戒 一般的那个戒啊 如果是讲的出家戒的话 一般居士是不能够去听的 那这一位童子呢 就跑去听 那所以密基立士啊 就成佛神力啊 以金刚处啊 睡之如成啊 这个我们就会开始说 那这个哪有四指 是一切众生如指向 有没有 因为这样 我们所谓的那个 那个道听 道听界 那这个密基立士 就讲 成佛的神力 这样 用金刚处 把他睡成如成 所以世尊啊 是金刚神啊 集成报恶 乃能断世 同子的命根啊 那云和如来 是诸众生 同于指向 如罗吼罗 所以大家设 就用这个例子 来问佛啊 你看这个 这个金刚神 不是很报恶吗 那你说 你要 你要是所有的众生 如指向 那这样的 就是在那边 就是不该听界 然后又不修 身口异业 然后这样的众生 你说 你怎么能够 同于指向呢 所以佛告加设啊 如今不应 做如是言 是同子啊 即是化人 非真实啊 这个其实 他也是讲 视线来的 是化人 那未遇趋浅破戒 回法令出众者 也就是有时候 怎样 为了要怎样 趋浅这些破戒 回法的大众们 所以金刚密集 意识化了 同学啊 这些都是视线来的 我们知道 这个一般大众啊 看到这些 像视同指向 都会怎样 往外求嘛 就开始举 那个外在的一些例子 那其实这些 外在的一切都是在教我们一些事情而已 那一般大众就怎样 心都往外去做评论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在评论外界的时候 其实 所有的事物应该是怎样 我们往内求去教我们这颗心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就好像是我们在看那个佛啊 在讲经说法 我们都会认为说 佛讲这个经呢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那样 那其实佛讲经都是因应这样 当时有契入的这个众生啊 所以这个也都是一种视线而已 那而是我们应该问的是 佛讲的这部经 我们在这边得到了些什么 那我们的那个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能够怎样获益 所以每一部经其实都有 我们可以这样学习的东西在里面 就好像是这个金刚力士 如果一般大众一定说 哇这个太暴虐了 同学在那个华言经里面 就有那个上台同志 有一次他就去参道一个国王 那这个国王呢 非常的暴虐 他的那个 只要是他那个国土的众生啊 如果他犯了什么罪的话 那这个国王都用非常重大的 那种刑罚去罚 所以上台同志一时就想着 哎呀我怎么我为什么要来这边啊 我是不是跑错地方参访错人了 对不对 这个国王这么暴虐 我怎么会去参访他 同学啊我们刚才讲了 其实不管任何例子啊 我们如果往外求就是这样 评论这个国王怎么样 那我们如果往内求 其实这个国王也是一种视线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国王其实在告诉我们些什么 后来那个上台同志就去参访这个国王 这个国王就说啊 有些众生啊你跟他好好讲 他怎样不听 那你劝他他也不听 可是呢如果你刑法 那个立的非常的严厉的时候啊 就能够喝止他的行为 所以他的这个暴虐呢 是因应众生的这样 心的一个这样 就是贪生痴的一个这样 种啊 在他的那个国王的那个辖区的众生的 那个心念比较这样粗糙 所以这个国王必须要怎样 立下这样的刑法 所以相对性我们刚才就说了啦 你这样的故 这样的一个例子 再引申到我们现在的 看到这样外在的天气 这样的一个怎样 这个天气也算是很暴虐啊 热成这样子 那同学请问要如何的思维 那其实这个时候应该更应该怎样 让我们心能够这样慢慢的沉浸下来 不管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诵经也好 那那个打坐也好 听经也好 其实听经就是一个最好的讯息啊 我们身口意液 常常都会有一些往外远 那太多的事物会让我们这颗心呢 有一些怎样 就是很多的念头的产生 那所以呢 那个听经的时候正是这样 让我们身口意能够清静 能够跟这个佛的智慧这样相应 好 那相对性也是 就是尽量能够 就是说 例如说现在的那个 有人就说啊 现在好像听经文法 就是学佛的人 好像人数渐渐的比较少 这也是一种趋势啊 所以大众 如果能够到那个所谓的现场来护持的话 就尽量能够到现场来听经文法 因为每一个道场其实都要有所谓的前置作业 就是要帮忙一些工作 所以能够到现场来听的 其实怎样 福报最大 这个就是他在听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怎样 那也是在做 做 其实那就是一种契入 那就是一种契入 对法的一种契入 不然的话 就有人说 现在法好像越来越少了 是啊 呈现是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但是呢 我们刚才说供业当中有别业嘛 对不对 那也还是有很多很精进的 大众是在线上听 那当然啦 线上有些人就是这样 比较远 那如果比较近的 不妨就是这样 到那个现场来做一个护持的一个动作 好 所以他这边讲到 加设 毁谤的政法及一场体 那或者有杀身乃至于邪见 及故犯禁 我于是等 牺牲怎样 悲心同于直想 如罗吼罗 这才叫做所谓的这样 是一切众生皆如直想 这才是所谓的平等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如果一切如患的话 当然啦 有不同的众生他有这样 不同的一个这样 那 一个怎样 也就是佛意阴言说嘛 众生各得其戒 那这边呢 说的就是能够契入到实相法的大众了 也就是说他对于这些 其实那种就是戒的部分 他已经怎样 就好像他的呼吸 就好像是那个 那个日常当中的这些东西这样 一种 他已经怎样 习惯了 没有这些问题了 所以他这边他就告诉这个大众 其实呢 如果说有这些大众啊 佛也是这样 牺牲悲心啊 同于直想 好 那三男子啊 譬如说啊 国王诸群臣等啊 有犯玩法 随罪诸禄而不舍致啊 有些人犯了玩法 可是怎样 那个国王怎样 不舍啊 没有就是怎样去处置他 那如来是尊啊 不如是也 余挥法者啊 与所谓的趋浅结膜 那 呵折结膜 治结膜 举罪结膜 不可见结膜 灭结膜 还有未舍恶见结膜 这个同学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刚才介绍结膜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其实在这个 这一段的经文当中 我们可以发现 他就是怎样出 在那个《虐槃经》的绘书第三卷里面讲到 出国之言行以库为本 那 法 佛之法王呢 以此为中 这很明白的就告诉大家 如果一个国土的一个怎样 言行的话 他是怎样 以库为本 也就是他要那个言行库立嘛 言行库立的部分 那佛法呢 他定这种像有些的那一种就是所谓的戒的部分 这些所起心都是根据这样的慈行 他不能众生怎样往下剁 所以他这样告诉大家戒 自戒来这样让大家不要这么做 那可是一国他所定的法律呢都是这样以库啊 也就是说要求啊 要求大家要这样符合这个法律啊 那 这个的起心 如果不一样的话 那就会有这样不一样的一个成果 所以他这边我们同学如果对这个经文有兴趣 可以参照这《大波虐槃经》 那数卷第七卷的部分 这里面他有讲到就是说 刚才所说的那种种的结膜 啊有谁犯了 那有什么样的一个现象 那同学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因为他讲得非常的细 我们这边就没有在加以的一个怎样补充了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校会认识 就是说能够知道什么叫结膜 那四种的结膜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所谓的有四种 一个是单白结膜 一个是百恶结膜 白氏结膜 还有第四个是怎样 山羽结膜 这四种的结膜呢 越有二氏可医处 第一个是有情素氏为所医 有情我们知道就有生命的嘛 那再来呢 第二个是无情素氏为所医 那有情素氏为所医者就好像是不同的对象嘛 像什么出家结膜或者是这样受巨族戒结膜 受巨族这样结膜 然后还有一个这样若不特且罗同意这样结膜 若出醉结膜 若举结膜 若丙结膜 这些种种不同的这样情形的一个结膜 好这是结膜的一个种类 我们大概能够了解一下 那这边他所讲的所谓的饼粗 有没有 同学对墨饼就比较有这样 这个名词比较熟悉嘛 其实墨饼它就是所谓的饼粗 也就是也作为这样灭饼 或者是驱饼或者饼拔驱出驱浅 或饼制驱浅 那饼就是对这些饭界的这些出家种 那个处理的方式 那将他自这个教团足放 不准他跟这些僧众共同的一个居住 这就是所谓的墨饼粗了 饼粗了 那墨饼就是怎样 不跟他交涉 不跟他交涉 那饼粗就是直接怎样请出去了 那再来我们看到苛责结膜 苛责结膜 同学我们刚才看到这些结膜 其实我们刚才有讲到 佛法是以词为这样 为他定这些界的一个这样 一个起心动念嘛 那为什么要定这些结膜 一方面是怎样 共居住一定会有一些怎样 就是彼此的一个规范 那这样子的话 在这个修行的这条路下 大家才会有所依循 所以在佛要入涅槃的这个时候 佛开始讲戒 因为在为末世的大众 那佛一不在了 从大众会生起 我们要怎样 要如何的依循 所以这个时候佛开始讲戒 戒其实就像刚才讲的 有没有上一段经文讲的 如果你持得好 那怎样 升天是没问题 也就是说你不会往下剁 对不对 所以先有一个基本 我们基本的部分先讲 能够处理好 那像这边的所谓的科则的结膜 有没有 这些其实就是 有些它是破戒 破见 破威仪 破证密 这些非法的结膜 那或者是身习柱 口习近 或者是白思科则 就是则伏这些 这些就是讲 先出其过 然后后面明正治 这些就是有些人他犯了 然后后面定这些规矩 然后让大众就有所依循 可以有所依循 好 这是所谓的苛则结膜 那依子结膜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像颜依子 若与比丘 或白依共住 那要 有些就导说 事事啊 或者是怎样 混乱正法 这其实我们就可以发现 这结膜 其实都在告诉我们 什么东西这样 不应该做嘛 你不要去做那些不该做的 就好像是 就是有些怎样 对的事情不讲 他都讲一些怎样 是是而非的事 所以这个部分都要怎样 要能够怎样 谨慎 要能够谨慎 好 这是所谓一子 那所谓的不见局 我们会有所谓的见局结膜 对不对 那这边我们要用不见局来讲 那有些不见局者 导说事事 法说非法 犯说不犯 也就是明明有做 他就说没有 他什么都不承认 这个就是不见局结膜 那见局 那相对性就是这样 有犯 他就说自己这样 就是请忏悔 好 所以我们回到经文当中 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 分得这么细 也就是说 绿的部分 其实是未来我们在行的时候 该做不该做一个很好的易规 对不对 那所以他这个部分的话 同学可以这样 大概了解一下 那所谓的趋浅结膜 苛德结膜 自结膜 举罪结膜 不可见结膜 或者是灭结膜 为者恶见结膜 所以善男子 所以善男子如来所以与这个办法者 作如是等 降伏结膜 为遇事呢 诸行恶之人有果报故 所以我们就说啊 你看到这些行恶的人 那 佛讲这个的原因是什么 自行啊 这些人有果报哦 那所以呢 我们就会这样 该做的就这样 去做 不该做的我们就会这样 不要去做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其实都是在演绎给我们看 那我们知道哪些是该做哪些是不该做 那有些人他需要比较怎样 暴虐的手段 然后才听得懂 对不对 所以就有时候会呈现这样的一个现象 有些人你稍微跟他点一下 他就听得懂了 就不需要这样 就是那种呈现的这么样的这样 凶暴 所以这个其实不同的呈现是因为有不同众生的一个怎样 一个原因啊 所以会有这样不同的呈现 就好像是同学我们在看那个阿弥陀经里面有没有 我们知道那个极乐世界里面啊 那那个能够往生的这些大众们 他其实都有一些善念在 那所以呢 在那边的那个大众呢 就无有恶名啊 也就是说 连那些不好的名称像生病啊 贫穷啊这些 当然像那个刑罚这些也一定都不会有 那只有热 没有所谓的怎样 恶跟苦啊 这个就是因为那边的大众的心啊 是这样的一个呈现 所以那个世界的呈现就是这样 那在那个说佛世界呢 还是有这样的大众呢 需要一些怎样 有些的视线 那我们心能够这样生一些警觉啊 一般大众像现在的很多的那种事情 有些看这个事情怎么做得出来 那如果他学了佛法 知道有人曾经这么做 然后有这样的果报以后 他就怎样 不会这么做 所以这个其实都是一种视线 好 那所以现在的环境 这样的情形 也其实也是这样一种视线啊 我们可以把一切外在的 一切气势阶的呈现其实都是怎样 在教我们一些事情嘛 所以不管有情无情 其实都是菩萨视线来的 同学就可以了解这个原因了 那也不管是善的菩萨 就是说有些呈现一些善的 有些呈现一些恶的 那不管是善或者是恶 其实也都是一种视线啊 善的视线是要我们教给我们怎样 一些善 当这个菩萨行善 例如说行布施啊 他有所成就的时候 他就回来教大众这样 以善啊 对不对 那有些呢 他就这样 告诉你这样 恶这件事情啊 会有怎么样的果报 那我们就不会去这样 去行这个恶 所以善男子啊 如今当己知啊 如来即是施恶众生啊 无恐畏者 所以佛是最大的怎样 布施者 因为他布施给大众怎样 无畏施啊 如果大众都能够怎样 持戒 那怎样 我们说整个法戒是怎样 公平的 透明的 你怎么对法戒的众生 法戒的众生就怎么还你嘛 那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个大众呢 都怎样 都以持心以待的话 我们就不会恐惧 心生恐惧 就好像是 但在大制度论里面啊 曾经有一个故事就是 佛呢 跟他的弟子啊 两个在路上走 那就看到一只鸽子 那那个 佛从那个 就是他的影子啊 人啊 从这个鸽子旁边过啊 那个鸽子啊 安安稳稳的就站在这边 然后都不会任何的惊慌 那佛的另外一个弟子呢 从那边一过 只是影子哦 就是过 就是消灰从他身上过去而已 并没有靠近他 那那个鸽子就开始产生惊慌 就飞走了 这个就其实就是这样 因为如来都失与众生这样 无畏嘛 所以那个他的一个 大众对他的一个呈现 也都是这样 不会对佛就是这样 不会生所谓的这样 恐惧啊 好 所以佛是对众生这样 失无畏则啊 这是最大的不失啊 现在众生 其实所有众生 其实都有很多的这样 恐惧跟害怕 你只要醒来 那就有很多的 害怕的事情啊 那每天也有很多担忧的事情 曾经有个师姐啊 他就说啊 师父啊 他很担忧 就是他的小孩子啊 那因为还蛮会花钱的 那我一听 其实那个小孩子啊 也很有成就啊 尤其是夫妻两个人 都蛮会赚钱的 那所以他的烦恼 其实听起来好像这样 一般大众说 哎呀 怎么这个 这个有什么好烦恼的 但是呢 人的一个习性 就是会这样 习惯性去烦恼 那这个烦恼 其实 我们就说 如果他可以持续这样的烦恼 代表他这样 生活其实是蛮有福报的 对不对 因为他们不会为了吃 不会为了穿 不会为了那些 生活的这些问题而烦恼 对不对 他所烦恼的事情 反而是那一种就是 不太会需要去烦恼的事 那从外在的人在看 不过就当场在烦恼的人 你这样跟他讲 他也许也不会听得下去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 我就是烦恼这个啊 这个对我来讲 怎样很重要 所以有时候 我们在那个对话当中 还是要听 那个站在对方的角度啊 对方如果有这样的困难 有这样的烦恼的时候 我们哇 是啊是啊 还是要这样 能够迎合他 不然的话 一般大众 他会觉得这样 你没有站在他的角度 跟立场上 也有一个女众居士 也很有趣啊 他就说啊 他的小孩子啊 出国玩一次 然后又要出国了 那这个有些人 就会开始起烦恼 他说现在 那个小孩子这么会花钱 但是其实 对于现在的人来讲 一年出国一趟 已经算是怎样 很节省了 有些人一年都去个几趟 这样子嘛 我们就听到有个师姐 他不是在旅途的当中 要不然他就是在计划旅途的当中啊 所以这很多人世间的一个变化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烦恼的 所以就跟那个师姐说啊 你也可以啊 有时候自己也要舍得能够放得下 然后一般的人就开始说 都是因为他先生舍不得 那我们就说啊 其实啊 如果你舍得的话 你就怎样 就自己去嘛 想出国就出国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现在人其实 他如果不爱修行 最起码让他这个心 能够这样 比较安顿 不要跟那些烦恼相应 那他觉得什么东西 能够让他心情 能够比较愉快 那基本上 他不要去伤害自己 不要去伤害别人 其实大家都可以这样 鼓励嘛 对不对 因为人世间当中 本来生活就是怎么样的一个这样 那个有些很多的压迫性啊 那现在能够让他心 能够有一片刻的这样安乐 那也好啊 对不对 所以不能够有一些就是 那个有一些大众就会说 哎呀 师父怎么鼓励人家出去玩 应该是这样 要鼓励他精进 要鼓励他修行 要鼓励他这样读经啊 对不对 那如果大众都这么有善根的话 那佛那个时代就度圆满了 对不对 那就是有不同的众生 有不同的因缘 不同的根气啊 所以不同的情形 我们就这样 那他在那个地方 那他心能够这样安顿下来 有一些的安顿 那就好了 而不是没有要求每个人都一定要按照标准 这就是我们在对大众 如果大众的那个心都这么爱修行的话 那最好度了 但是不同的情形就要怎样 不同的方式的一个应对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所以若放一光若恶若五啊 那若有欲者呢 悉令远离一切诸恶 那众生怎样远离这些诸恶啊 如来今者呢 具有如是无量的师弟啊 三男子啊 未可见法 如欲见者呢 今当未如啊 说其相貌 哇 这边要跟 他那个 还没见法的大众呢 要说法的相貌 所以他这边说 我虐盘呢 以学其方面有持戒的比丘啊 就是这样 威夷俱主 互持正法 就是有 有一些比丘他持戒 威夷俱主 这样 也能够互持正法 见坏法者呢 就能够这样 屈减 呵折跟诚挚 有那个对法 有没有 毁谤或者是坏法的这个大众啊 就能够这样 屈减 那当之世人呢 得福量不可承继啊 那善男子啊 譬如有王啊 专行报恶啊 会遇重病 那有灵国王呢 就文其名呢 新兵而来 遇舔灭 就是有些 有隔壁的 那个王国 国王要来 灭这个国啊 那事实呢 病亡无利 利事故啊 就是这样 翻来恐怖改心 修散 有没有看到 有些生病了 可是 看到这个情形 有没有 他开始这样 新生恐怖啊 所以反而怎样 心能够这样 修散 我们就说啊 有些大家看那个坏的境界 常常都觉得怎样 就是不好 对不对 那这个 可是有时候呢 如果我们的观念改了 有时候有时候这些不好的境界 其实都是对我们的一种提醒 就好像现在天气的异常啊 地震的频繁啊 对不对 那相对性也是提醒我们这颗心 起伏太大了 要能够怎样安顿一下 其实这就是学佛最重要的一部分啊 如果我们的心能够安顿 其实一切怎样 就都好啊 对不对 有人就说啊 有些人看这个也不对 看那个也不对 那就是因为这样 心没有办法安顿 那你如果心安顿了 其实一切的啊 就 如果我们这个心 自己能够安顿好的话 其实一切就都没有问题了 所以这样子 我们看到这边 人家要来 新兵来灭国 那生命的国王就开始这样 心生恐惧 然后就开始这样 改心修散 以前做都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现在全部都做好事 那而是灵王呢 得福无量 同学有没有看到 这灵国的国王呢 要能够怎样 来 他本来要新兵 要来灭这个国王 那可是呢 让这个病 这个国王能够怎样 改心修散啊 也是怎样 造福无量啊 对不对 能够让这个人改变啊 那就好像持法的比丘呢 义父如是啊 他趋浅喝则坏法之人 令行善法者得福无量 也就是说 他把这些坏法的 能够怎样 趋浅 那才能够让这个行善法的人 怎样 能够这样子的话 能够让大众在这个当中 能够怎样 在安然的一个 那个行善法 那这个持法的比丘 就是能够怎样 得福无量啊 对不对 好 那三男子啊 譬如长者 所居之处啊 田载乌色啊 有生诸毒树 那长者之影呢 便能够着法 永令灭尽 就把这些毒树都给砍掉啊 好 那又如传人啊 他手生白发 那溃而拔 剪拔 不吝生啊 那持法的比丘 一如妇如是啊 有些年轻人 有啊 长白发了 然后就 开始把这些白发剪掉 那让他不要再生了 那持法比丘也一样啊 他在这个 这个当中呢 让上法之争啊 恶法怎样 通通灭绝 所以 见有破戒 坏症发者啊 即因怎样 趋浅喝者举处 应该要这样 做一个处理啊 如果善比丘呢 见坏发者啊 自不喝者 趋浅举处的话 当之呢 世人佛法忠愿啊 若能够趋浅 喝者举处啊 是我弟子 真生文业 好 那迦瑟菩萨 复白佛言啊 世尊啊 如佛所说啊 择补等事一切众生 如同于直想 如若活若啊 那 世尊啊 若有一人呢 以刀害佛 那又有一个人呢 那个持那个香啊 香来屠佛 那佛于此恶若生等心啊 那云和复原 当之悔尽 也就好像是 一个人犯戒 那犯戒的人 他不就好像是 他的举例就是 以刀害佛啊 对不对 那有个人持正法 那把这个法呢 能够怎样 传出去 就好像持这个 沾痰 就是这个香啊 香末 来屠佛啊 这样是同样的道理 这两个其实这样 应该果报不同啊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这样 佛要怎样 生等心啊 所以他还是怎样 在同学有没有发现啊 一般大众啊 如果用人的思维 在思维佛的一个智慧的时候啊 其实这样 没有办法弃入 他所想的 所思所想的 还是自己的那一套 对不对 所以当佛讲说 能够是 这些为一切 都能够平等的时候 这个为什么 大家是 他能够这样 他会不理解的原因 就是因为 他还在用人的思维 在思维啊 这就是一般大众 在读佛经的时候 没有办法弃入的原因 所以 一般大众都有讲 了别心啊 对不对 好坏啊 真假啊 一些种种的了别 那如果 站在实相法来看的话 叫做这样 不生不灭 不扣 不静 不增 不解纳 所以哪来的扣跟静呢 扣跟静是因为我们用 那个根根层交涉的 颠倒法来讲 做一个思维 所以认为 这个就是扣 这个就是 因为我们有扣 所以需要静的存在 可是以实相法 其实一切本来就是这样 都是平等的 众生的佛性都具足 而且佛性这样 不会因为你今天 在哪一个法界 就有所增见 所以同学有没有发现 大家是一直在用 人的思维在问 佛呢 一直在用怎样 实相法的一个这样 平等的概念在回答他 这就看 加塞这个菩萨呢 能不能怎样 把人的思维啊 就是那种短暂的这种时间跟空间放下来 你才有办法契入到佛的智慧当中 不然的话你永远在眼前的这个像当中 说哎呀这个像这个 怎么会这样 怎么这样 这样怎么平等 那可是我们知道 以佛的实相来讲的话 我们本来就是一个怎样 成佛的状态了 因为一念的无明在 这一切都如幻之下 然后又在修行 又在成佛 那一般大众不认为这一段时间叫一切如幻 都非常的真实 对不对 那所以在这像上 就有很多大众会在这边这样 很多 你明明有做对的人 有做不对的人 你都说这样子都是平等 那这样怎么会对 对不对 所以一般大众呢 都是用这个像在思维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这样 契入到这样 佛所说的这样 所谓的圣神法当中 因为都还在这样 起心动念 起妄念 好 那但是呢 这些法是因为这样 当我们知道大伽舍 也其实他也修行修得很好 当他心清静的时候 佛才有办法跟他讲 所谓的讲十项一身法 如果对一般的大众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还是要这样 要持戒 要有分别 要有散分别 要有恶分别 对不对 那但是呢 当他有一个一定的程度 而亲近了 有没有 那佛开始才会跟他讲 其实一切都是平等的 同学要知道这样的一个概念 佛不会在一开始就讲这个 因为怕有些大众啊 一切都平等 那所以做善做恶都无所谓 就用自己的 又用人的思维再思维 那个所谓的实相法 所以又在相上面产生了很多的什么 单着 又照做种种的怎样 业力 所以这就是佛的智慧 要看对象讲 好 所以这个他就说啊 若智悔戒 事言则失啊 好 那佛告家舍菩萨 善男子啊 譬如呢 国安大臣宰相啊 产欲诸子 那言貌呢 端正 聪明侠慧 若有二将 二三四将 赴言之而作诗言啊 均可为我教绍诸子啊 那威以礼节 记忆书数 那那个教计算术 惜令成就 好 那他就把这个四个小孩呢 旧俊受学 那甲石呢 三子呢 他并葬而始 那余有一子呢 并当苦字啊 要令成就 有四子里面 怎样 有三个小孩 因为很严厉 然后病葬而始啊 那只剩下一个的时候啊 就要让他怎样 苦字啊 要让他成就 那虽善三子啊 我终不恨啊 佳设啊 事父即失啊 得杀罪佛 佛也世尊 何以故 以爱念故啊 未遇成就 无有恶心啊 如是教诲啊 得福 这样 无量 这个就在跟大家讲啊 我们如果用向上来解 那这个师呢 那杀 杀了三个小孩 那这应该有罪啊 可是呢 以爱故啊 爱念故啊 要让他成就这样 无有恶心 其实就是这种批语啊 一般大众呢 都是这样 那个心念上啊 就是 还是要怎样 该做不该做 其实还是自己 要有一些清楚啊 那 你如果就像 好像是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 当他的那个国土的 众生都很暴虑的时候 他也只能够用这样 酷刑以对啊 所以很多东西就 例如说 我们假设啊 这三子 如果他 没有这样的一个 规范 然后 行恶法的话 那不是怎样 又造作种种的恶业 所以 这很多事情呢 我们用这样 眼前的事在看的时候 其实呢 一般大众很难 怎样理解 所以这边讲到 加设啊 是父及师啊 得杀罪佛 佛也是尊何一顾啊 这其实他没有 对这个小孩子 没有恶心啊 他今天不是因为 他起称心 或起称念 然后 来怎样 教育这个小孩啊 而是因为 他怕这小孩子啊 没有成就 所以这样的一个 教育方式 所以如是教诲呢 得福无量 三人子如来一儿 前面那个 只是一个例子啊 所以 四坏法者呢 等如一子 那如来今以 无上正法呢 父祖这个 诸王大臣 宰相 比丘比丘 你 优婆舍 优伯仪 是诸国王 及这个 世部重 应当 劝力 诸学人等啊 令德 真上 界定 智慧 若有 善男子 是诸国王 其四部重啊 尚无有罪 何况如来 善男子啊 如来 善修 如是 平等于 诸众生呢 统一 只想 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啊 就算是怎样 对于这些 犯罪的大众啊 那 那个 佛呢 予以这些 就是有些的一个 一个 那个所谓的 惩罚的部分啊 那可是 佛在惩罚当中 他也是怎样 因为爱念 这个 这个小孩 还是在爱念 这个 这个人 那 那他能够在 就是 就是行上面能够怎样 矫正啊 不要往那个 偏离 那个佛道的 那个方向去啊 要把他怎样 点拨回来 所以他需要有一些 就是 一些行恶罚者 那 他也怎样 就是在那个 那个 结膜当中 也是这样 有所谓的 秉出啊 有些种种的 这些戒啊 那难道 他把这些人 秉出 他就怎样 不爱这些 这些人吗 并不是啊 因为他还是怎样 希望这些人 就算被秉出以后 也能够知道 这是 有 怎样 不对的 能够怎样 再回来 然后再这样 好好的修行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有时候 我们对于一些 人啊 我们常常会认为 就是惩罚 或什么东西 就是怎样 你对他 可能有一些 想法意见啊 可是 以如来他 他怎样 佛他对一切众生 都平等的概念 其实 他没有这样的 起心动念 他对一切众生 都是以爱护的立场 来怎样 做一个处置 好 那所以如来 上修如是平等 于诸众生 同一之下 如是修者呢 就名为菩萨 修平等心 于诸众生 同一之下 那三男子啊 菩萨 如是修行 此业得寿命 亦能善知 怎样 数字之事啊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可以这样 像佛教的这样的一个修行 其实能够这样 就能够得到寿命场 然后而且能够怎样 善知这些 数字之事啊 也就是我们如果能够辞戒的话 因为辞戒就是不恼害他人 像不杀生啊 那你不杀生 你自然而然 希望众生的寿命 都能够延长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寿命就会延长 我们说法界都很公平嘛 你怎么对法界的众生 法界的众生就怎样 怎么还你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 这样的一个持戒的话 那他这边说 修行职业就这样 寿命场 而且能够怎样 能够善知啊 数字之事 也就是累戒做些什么 就能够怎样明白啊 好 那家设菩萨复白佛言啊 那世尊啊 如佛所说啊 菩萨若有修平等心 是诸众生同于指想 那得寿命场 那如来不应做如是说 可以顾啊 那如知法人啊 能够说种种孝顺知法 好 还自家中啊 以租瓦石啊 打职父母 有些说法人啊 那 说 都很会说 孝顺知法 要怎么样 孝顺怎么样 可是回到家里 却是用这些啊 瓦石打职父母 而是父母啊 是良福田 多所利益啊 那虽遭难遇啊 因好供养法生脑海啊 一般父母都是这样 要子女好嘛 所以都很多的这样 不管是什么东西 都是尽量的给予小孩啊 那你应该好好的供养 那个小孩子反而生脑海啊 所以誓之呢 法人啊 言行相伟啊 那如来所言 亦复如是啊 一样啊 那你说要把 那个一样都平等 那可是还是啊 还是有差别想 所以我们就说 一般的大众啊 在很多那个 在看相上面啊 都用相来解 那可是佛在讲的 其实有些是契入到怎样 实相法部分 那这个部分其实 就一般大众没有办法理解 所以在问还是这样的问题 就好像有人在问 那所谓的不恶的问题啊 对不对 那你不管怎么样的思维 你佛在讲不恶 可是我们连出个门 都要左边右边 都还要做一个思维 怎么样的一个不了别法 这就是你用我们的相 在怎样解释 那佛在用的是怎样 实相法在讲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怎样 如果我们可以契入到实相当中 就如是如是 如果没有办法弃入的话 就好像这大家设一样 佛这样讲 还是没有办法弃入 所以这样 又还绕着在这个 这个像上面 有很多的这样琢磨在这里了 所以这就是大众的一个问题 所以应得常寿 那善知宿命常住于世 无有便义 今者 这世尊以和因缘 寿命极短 同仁兼也 你看又回到那个佛要入涅槃 这件事啊 对不对 大家是又回来这里 你看如果说 菩萨修这样平等心的话 应该常寿啊 那可是现在释迦摩尼佛呢 视线涅槃 那跟人间一样 那难道佛没有修行平等心 然后众生同指响吗 对不对 而且那个大家设问的意思 就是这样啊 所以如来将无余众生 怎样 生怨正讲 那四尊昔日呢 作何恶业 断极命根啊 得事短受不满百年 好 大家是还蛮敢问的 所以你看 他这边就问啊 那如果说 一切都是平等 那 那个如果这样的一个 一个修行方式 应该得常寿 那为什么佛的寿命 未满百岁 我们就说佛在讲实相 大家设在讲什么 人间的这些种种的相 好 那你看佛如何解 那佛告加世啊 善男子啊 如今何缘呢 于如来前啊 发誓出言啊 如来常寿于诸寿中啊 最上最盛 所得禅法于诸常宗啊 最为敌意啊 好 好 那加世佛萨腐败佛言 世尊啊 云和如来 得寿命场啊 佛告加世三男子啊 如八大合啊 一名横河 二名怎样 炎魔罗 三名萨罗 四名阿里罗巴提 五名摩赫 六名心头 七名伯刹 八名西陀 四八大合啊 吉苏小合 湿入大海 好 这个 佛在告诉大 那个大加世 那加世如是一切 人中天上地上 以及虚空寿命大合啊 接入如来的寿命海中啊 所有的 不管 那个所有大众的 这个寿命的大合 都是留下 那个如来的寿命海中啊 世库如来的寿命无量 有没有 这里在讲的是 十相的部分 大加世在问的 都是向上的问题 有没有 所以佛视线 就是八十岁未满百年啊 那可是佛告诉大众的是怎样 十相法当中 佛的寿命是无量的 好 那在这世上 我们就说啊 就好像是 佛 怎样 视线到这世间呢 演戏 演艺场 给大家看 好 那告诉大家 做什么 能够得长寿 怎么样 让他发 那个跟大众 因缘性 该度的度 度圆满了 佛就怎样 视线入虐盘了 那大家社呢 你佛不是讲这样子吗 怎么会那样子 都是用在向上去解 那实际上呢 其实所有的佛的寿命都是这样 无量 寿命无量 好 那父自家世啊 譬如 那个阿怒达慈啊 出四大和啊 那如来呢 一耳出一切命啊 那家世啊 譬如一切诸常法中啊 虚空第一 如来一耳啊 如来的寿命跟虚空一样啊 这样的一个这样 无量啊 所以在诸常当中 最为第一啊 家世啊 如诸药中啊 醍醐第一 如来一耳 与寿命 众生收啊 寿命这样 第一啊 好 那家世父 白佛言啊 世尊啊 如来寿命 若如逝者啊 因住一劫 若减一劫 常宣妙法 如住大海啊 那也要怎样 住世久一点啊 要不然你也住个一劫 对不对 你要住个百年 要干嘛 对不对 所以家世啊 如今啊 这佛又开始跟这家世讲啊 你如今不应 与如来生这样 所生 这样灭尽相 你不能够在 我们不是讲 佛讲的是什么 实相法 不生不灭的部分 可是呢 家世是以向上的 怎样 生灭在讲的 所以不应再如来所啊 生生灭 那个这样 灭尽相啊 家世啊 若有啊 比丘比丘 你幽婆舍 幽婆也啊 乃至于外道 武通神仙得自在者 若住一劫 若减一劫 金行空中坐落自在 左斜出火 右斜出水 那生出烟焰 有如火炬 那若欲住寿 能得如意 于寿命中呢 修短自在 如是武通啊 得如是随意的神力 这就是在讲修行的一个境界 有些人的一个身心的一个变化 那乞宽如来呢 于一切法呢 得自在力 而当不能注受半劫 若一劫若百劫若百劫若百千劫若无量劫啊 你看点那个 有些人他只是修到所谓的五道神仙而已 外道的五道神仙啊 那他都还能够怎样 随力的神力 那何况是如来于一切法都已经这样得自在力了 怎么可能在寿命上面还有受限制呢 对不对 所以以示意故啊 当之如来呢 是常住法不变异法 那如来此生变化生非扎实生啊 未度众生呢 似同独树 所以 也是这样 来演戏一场给大家看而已 让大家知道什么是修行 什么如何能够成就佛到这样而已啊 那众生不把问题看在自己 往自己内心求都在说 哎呀如来要留下来 不要是入虐盘 都还在这些问题当中啊 所以事故呢 现舍入于虐盘 加设啊 当之佛是常法不变异法 有没有 其实这个就是 这一段大家设在问当中啊 佛要演绎给大家知道的 佛本身是常法不变异法 所以不要用变异去思为佛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实相法 不生命 不灭 不扣 不进 不增 不减 那一般大众在看向上的时候 例如说在我们说世上嘛 理事无碍的事的时候 我们都是用相在解 所以有所谓的神灭 所以如等于第一意中啊 因情境那一心休息 那既休息以广为人说啊 所以这部分的话还是要怎样 你自己要怎样 能够在第一意啊 第一意我们知道就是怎样 那个佛的部分啊 也就是所谓一真法界 那个真谛当中怎样 一心的修行啊 那既修行以啊 也要怎样广为人说啊 也要自己修行成就以后 也要怎样为大众而说啊 好 那今天时间关系 我们就上到这边 那一起来做一个回向 大众其合掌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结共成佛大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